三閻王在前面帶佬,朱元璋和大舊福兩個跟著尾,很快就來到擂台下。 當時,那個神手小太寶陳士倉,還在台上紙手畫腳,口水花噴噴在演戲。 各位,剛才那個草包,被我打到仆,扮女人遊街,他還口硬,我要回去找他舅父來, 連他舅公請來都只是一大堆草包飯桶,多多都不夠死。 朱元璋在台下聽到他的感覺,實在忍無可忍,一咬牙脫了一件長衫交給大舊福, 準備上擂台,突然後面有人一手按著他的肩膀, 慢著,轉張轉頭一看,原來是老英雄,壓霸金槍梅士祖。 老人家,你怎麼來了這裡? 是啊,剛才老馬找到范永年回來,知道你們還未回來, 我怕你們會出事故事趕來這裡找你。 為什麼你想上台比武? 是啊,那陳士倉真是欺人太甚,老人家,你看看他把阿福折磨成這樣。 梅士祖就嘆了口氣,我看見,只有這一回你千萬別妄撞。回去回去回去,回去先。 常言道君子報仇十年不晚,總之今天你怎麼都不能上台,你看看那邊。 朱元璋一看,擂台對面的壇壓台上,前排坐著很多武官,個個身配利劍,其中有個人,身高八呎,空闊背後, 頭戴同窺,身穿同甲,披著陸羅袍,搖姦配把寶劍,仰山橫眉怒木,滿面胡蘇,殺氣騰騰。 朱元璋就問梅士祖,那個是什麼人? 他,他就是神守小太寶陳士倉的父親,三江大歲陳也先。 你看真,他背後還掛著朝廷出的告示,或有你和常遇春郭英的畫像, 告示寫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,你三個都是國家要犯,有人捉拿到的封官賞賜黃金, 常言道,從上之下,必有勇夫,你一上擂台,萬一被人認得這樣就糟了。 朱元璋聽到這樣說,就沒有出聲,知道那道火氣還沒有燒,就咬著牙子站在那裡。 梅士祖見到這樣就說,不如這樣吧,等老夫上台,去殺一下他的威風,幫你出口氣。 朱元璋想一想,這樣也好,不過老人家要小心提防,這個家伙心狠手辣。 朱元璋想一想,就沒有事的,梅士祖說完便脫了一件長衣,交給朱元璋, 一直走到擂台下,飛身一跳就跳上擂台。 那個神手小太寶陳士倉,在擂台上,楊威耀武亂說一通,忽然見到一個人跳上來, 咦?好像一流青煙飄過來,有像一團棉花落地,沒有半點聲音的。 神手小太寶就知道這回上來的是一名高手, 望望他,只見前面一位六十歲左右的老人家, 身高八呎,身手敏捷,筋骨肩狀,臉色紅潤,紅中透亮,亮中透光, 受眉朗目盡頭端正,一匹白胡蘇飄灑空前, 其在台上真是穩如泰山。 那雙眼望人,好像兩支利劍般,灼灼放光。 陳士倉,當堂打了個冷枕,哎呀,這個老家伙伸手不凡, 不是那麼容易對付的。 陳士倉,拱手走了個禮,請問老人家, 陳士倉,為何要上台呢? 我早居襄陽,姓梅明氏祖。 那個神手小太寶一聽梅氏祖三的字, 立即整個跪下,恩師在上, 弟子陳士倉,向恩師叩頭請安。 梅氏祖當堂惡言,咦?陳士倉,我和你素不相識, 怎會是你師父呢? 哎呀,師父,你老人家真是貴人事亡。 你不記得當年我父子三進商議標局了? 梅氏祖一聽三進商議標局,當堂謊言大悟。 哦,原來是你? 咦?這樣就奇了,為何梅氏祖會是神手小太寶陳士倉的師父呢? 原來三江大歲陳也先,一共有四個兒子。 大兒子是陳士歡,二兒子是陳士佩,三兒子是陳士德, 最小的四兒子是陳士倉,四兒子之中最聰明最有本事的是小兒子陳士倉。 在陳士倉,十二歲那一年,請教師爺在家裏教他武術, 知道哪個教師爺在他家裏都沒辦法長過一年。 為什麼呢?因為陳士倉學習得快,幾個月功夫就連師父的東西都學了, 比師父更本事。 徒弟比師父更厲害,你就不走也不行了。 後來,他根本就請不到師父來教, 他父親自教,沒多久呢?就連陳也先也拿不出什麼本事來教自己的兒子, 只要去各地查訪明師高手,後來呢?就打探到襄陽有個商議標局, 有兩位老英雄,一位是金槍教師梅士祖,一位是金刀泰斗馬從勇, 這兩位英雄在江北一帶無人不知的。 那你要開標局,即是跟別人保標, 跟別人壓運黃金珍寶, 要預防賊來搶,那沒有真本事,沒有名氣就沒辦法做的。 那麼陳士倉呢?本來就是習慣長槍的。 他想著如果能夠將梅士祖的槍法學到手, 那真是縱橫天下無敵手。 那個陳也仙呢?就滿心歡喜,親自帶著兒子, 來到商議標局去拜訪梅士祖。 那時候呢,陳也仙雖然未曾做三江大元帥, 知役已經在做官的了。 梅士祖呢就知道他是個奸詐貪官來的, 就不願意跟他交往,第一次就假裝說出了他, 不在標局,就避開沒有見他。 過不久,陳也仙又帶著兒子, 拿著後禮再來求見,梅士祖知道他無非是為兒子拜師, 就更加不肯見他,連禮物都退回去。 陳也仙看到兩次都找不到梅士祖, 就有點心淡了,就想不去找了。 至於陳也仙知道,梅士祖推三堂四不肯見, 是因為他們這些行俠仗義之人, 不願意跟官患人家交往的。 你要在他身上偷師學到功夫, 那就要抵得頸多幾次來求他才行。 故此呢,陳也仙勸著他父親, 過了一輪,梅士祖又帶著後禮, 再去商議標局。 一進去,伙計就出來說, 馬師傅去了出院門,梅師傅病了, 不起得身,請兩位過幾天再來。 陳也仙勸著, 陳也仙勸著說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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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,對呀,我們就是來探望他老人家病的。 說完話,跟他父親兩人夾硬走進房間。 那伙計幾多人來探病的, 亦不敢阻攔, 那兩父子就一直進入梅士祖的房間。 這次呢,梅士祖真是病了, 而且病得很厲害, 正在發高燒, 溫頭溫腦睡在那裏, 見到他們兩個進來, 只是微微增大雙眼, 吹了下頭,又是閉上眼。 那個陳也仙勸, 那是想走人, 知道他兒子陳仕倉, 那天仙勸勸勤, 問長問短, 趁著梅士祖, 紛紛迷迷, 他還叫那些伙計來, 當眾跪下, 扣了三個頭, 就拜梅士祖做師傅。 那個陳也仙回家後, 還責怪兒子, 哎呀,梅士祖已經只有半條人命, 你還扣幾個頭給他, 拜他做師傅, 你怎麼學到什麼真功夫呢? 嘿嘿,爹, 你這樣也不明白, 梅士祖在江湖上, 是頭面人物來的, 他的徒弟和朋友片天下, 很多都是有本事的能人來的, 我打著他, 是我師傅的旗號, 靠他的名望, 我可以學到一身絕招回來。 於是, 陳仕倉, 真的帶了一大筆錢去混由四方, 到處都認是梅士祖的徒弟, 去學武藝, 一去就去了五年, 因為有了梅士祖這塊金字招牌, 加上呢, 陳仕倉這個人又聰明又肯學, 果然是被他學到一身本事回來, 江湖上也叫做神守小太保, 那麼當年拜師的事呢, 因為那時候梅士倉正病, 故事沒有放在心上, 加上他們兩個人走的不是一條路, 從來都沒有來往, 所以梅士祖早已把這件事都忘記了, 現在陳仕倉一提起三進商議標局, 梅士祖才記得有過一件這樣的事, 那神守小太保, 那麼多年都未見他拜見過師父, 為什麼今天忽然會當眾人面前, 跪下叩頭來拜見師父呢? 原來剛才, 他一見梅士祖上台的架式, 知道老人家功底深厚, 現在仍然是寶刀未老, 自己不一定是他對手的, 再看梅士祖的樣子, 面帶怒勇, 這次來一定是來者不善, 那麼他這麼大年紀, 肯定不會來搶元帥之衛的, 自己到底怎麼得罪他呢? 又未搞清楚, 好漢不食眼前規, 還是拿穩陣來做好了, 先認他做師父, 萬一真的打上來不夠他打, 還說得過去, 我早就說他是我師父, 徒弟讓師父三分, 打輸了都沒有人敢說我的, 如果打贏了他, 那就更好講話了, 師父不仁不義, 硬硬逼著徒弟還手, 讓他都讓不了, 所以這個陳時倉, 才按功功勁勁跪低叩頭, 真是看不出, 二十多歲仔, 這麼奸詐狡惑, 不心思熟慮的? 陳時倉扣了頭的嘴, 那嘴唇更像塗了蜜糖朗一樣, 句句師父長, 師父短在說, 老人家是我師父, 師父要弟子怎樣就怎樣, 師父要罵就罵, 師父要打就打, 弟子絕不敢頂嘴, 絕不敢還手, 任由師父處置, 梅士早一聽, 蛤? 這個陳時倉, 真是厲害, 不怪人人說他嘴甜蝕滑, 心狠手辣, 你明知我來打擂台, 你先下手為強, 以退為準, 用一句師父, 就想封住我拳腳, 哈哈, 我闖蕩江湖幾十年, 你想用口水花, 將我噴落擂台, 真是有這麼容易嗎? 梅士早一手, 就拉陳時倉起來, 陳時倉, 你先起來, 你既然能夠當著大眾面前跪低, 叩頭認師父, 你不忘當年可見你是個誘心人, 難得,難得, 我在這裡還禮了, 不過說話又要講清楚, 你父子雖然三進商議標局, 但我並沒有收到你這個徒弟, 當時我病得紛紛迷迷, 哈哈, 你扣了頭, 就算拜了師父, 未免太過兒戲了吧, 你再叫我師父, 我也不敢應你, 江湖上同輩, 稱兄道弟, 你我年紀不同, 講背份還是武林兄弟嘛, 今天這個擂台, 我就是要來試一試, 哎呀, 不行不行, 你是師父, 徒弟怎麼跟師父擂台比善呢? 師父, 今天不能夠來打擂台的, 陳時倉, 你不必多費唇舌, 今天我就來打擂台的, 師父, 你和弟子無冤無首, 為什麼一定要來擂台上見高低呢? 哈哈, 你自己做的事自己知道吧, 剛才有個大漢, 因為路見不平打了三嚴王陳貴, 被你在擂台上一腳踢到, 這樣也不算, 你還要羞辱他, 要他穿女人衣, 茶枝蕩粉去打羅遊街, 他說要找舅舅來, 你說他舅舅是草包, 他舅公是大草包, 是不是這樣說呢? 哎呀, 我那天不是這樣說過, 你知道他大漢是誰嗎? 那徒弟又不知道是誰, 他就是我外生孫, 我是他舅公, 你說我是大草包, 好, 如果今天你打贏我, 那我就名副其實是大草包, 大飯桶, 以後我就再不出來見人, 如果你不是我對手, 那你也別怪我不留情面, 剛才你當中來羞辱我, 人要免樹要皮, 我非要和你了結這段舊仗不可。 陳時昌聽到這樣說, 刺激到這回非打不可, 他心想, 嘻, 打就是打, 我出外闖過多年, 都未曾遇過對手, 你梅士祖功夫再好, 現在年紀大了, 你不一定頂得住, 到時你別怪我心狠受毒, 陳時昌已經立定心水, 要對梅士祖下毒手, 知道他這個人真是個燒臉虎, 他還滿臉笑容, 恭恭敬敬地說, 師父, 我真是不知道大漢是師父的外生孫, 我如果知道, 殺了我也不敢得罪他, 我一時失口得罪師父, 師父多多原諒, 誒, 陳時昌, 無謂再說啊, 過來過來, 我們還是過一招好, 免致傳出來, 不要聽啊! 師父, 既然一定要比試, 那就恕弟子無禮, 讓弟子向師父學多兩招東西, 師父,請! 講完兩個人, 就擺開架式, 動手比武, 你別聽過, 陳時昌剛才講得這麼好聽, 一動手, 下下都照著拿命的要害打過來的, 老人家心中明白處處流神對付, 他一心想看看你陳時昌到底有多大本事, 所以你只是一尾招架, 朵朵閃閃, 挪錢吞口, 無拿到真功夫出來, 那個陳時昌雖然也一身好無藝, 到底是月曆錢, 筋底差一點點, 所以打了幾個回合, 就以為梅士祖, 不過名氣大, 功夫也不愛如此, 就想趁機下毒手, 只見他斗手精神, 步步緊逼, 照照加快, 色色凶狠, 施展拳腳, 好像一團雪花亂舞, 對著梅士祖, 猛攻過來, 俗語說, 薑就越老越辣, 醋就越舊越酸, 兩人打了三十幾個回合, 看上來, 這個神手小太寶, 佔盡上風, 咄咄逼人, 知梅老英雄, 不放不忘, 一朝一朝來應付, 老英雄打到現在, 仍然氣不喘, 面不紅, 淡淡定定, 知那個陳時昌, 雖然大聲鴿惡, 但是額頭鼻歌, 都已經微微有些看心出來了, 出氣入氣, 就沒有那麼雲巡, 上邊的招數有些散, 馬步有些浮浮浪, 梅士祖一看, 咦, 時機到了, 這回就拿出真功夫來了, 只見他忽然轉手為功, 伸似蛇形眼指點, 拳指流星, 上下翻, 腳下乾淨, 手上利索, 打到陳時昌手忙腳裂, 自由招架之功無還手之力, 陳時昌, 記得不對勁, 就想快點收手, 說幾句好話, 來到樂台街, 咦, 就在那一剎那, 那個梅士祖忽然一失腳, 就好像走路踩著招皮一樣, 一剪, 整個人向前線, 天愛幾乎摸在地上, 哎呀, 機會難得, 此時不下獨守, 更待何時好也好, 送他歸天來, 那個神手小太寶, 本來以為不夠打上收手求和, 現在不是了, 有機可乘, 他用盡平生之力, 飛起右腳, 趁著梅士祖要摸落地, 一腳就照正胸口踢過來, 所以, 這一下, 如果一踢中, 就神仙也摸不回來, 誰知, 這一回, 神手小太寶就還算了, 原來這一招, 是梅士祖的絕招來的, 他假裝塞腳, 跌落地, 無非是引你起腳踢過來, 其實梅士祖早有提防, 神手小太寶剛剛飛右腳, 梅士祖已經避過他的右腳, 一手捏著神手小太寶左腳的腳踢, 哈哈, 一隻腳踏在空中, 一隻腳被人捏著腳踢, 只要梅士祖出力一踏, 神手小太寶就必然到頭蹤落擂台下面, 實死無疑, 至於梅士祖到底是個好心腸的老人家, 他想, 這個神手小太寶的人雖然壞, 但是他一身武藝, 確實是很難練回來的, 如果我現在放他下台, 他年紀輕輕, 就這樣踏死他, 未免有點可惜, 唉, 自己這麼大年歲, 又何必趕盡殺絕呢? 算了算了, 不如將他劈在擂台上面, 不要傷他的根, 不要動他的骨, 教訓, 教訓他, 讓他知道世外有高人, 那就算了, 梅士祖就捏著神手小太寶腳踏, 輕輕一拼, 整個將他踏在擂台上面, 老人家自己呢, 一跳就輕身, 就跳到擂台下面, 在旁邊看比武的人, 個個都知道這回是老英雄手下留情, 梅士祖這樣做法呢, 確實是十分難得的啦, 大家擂台上面見死生的嘛, 他還處處為對手著想, 給你面對手, 等他下台街, 至於那個神手小太寶就不是這樣了, 他不但不認輸, 不領情, 他反而反咬一搭, 他一爬起身, 就對著台下的人說, 各位, 大家都見了, 剛才登台打雷台, 就是襄陽城有名的金槍教師梅士祖, 剛才我已經扣頭認得他做師父的啦, 處處讓他, 他總是要逼著我跟他交手, 逼得我沒辦法, 我才把他踢到台下, 我還是腳下留情, 如果我稍為出力一點, 他早就命喪王全的啦, 梅士祖, 你服氣什麼呀? 你不服氣, 你再上來比試過! 那個神手小太寶這樣說, 那些內行的呢, 個個都知道, 這個家伙後顏無恥, 人家明明是手下留情, 你還反咬人口, 知道有些懵惹不懂得看的, 還以為真是這個神手小太寶打贏了, 一腳踢了老英雄梅士祖下台, 每次都見到他這麼生氣, 到臉都變色, 豈有此理, 我想和他算這個獎, 朱元璋一拔拔著他, 老人家, 你不能夠去的! 為何朱元璋不讓老人家上台呢? 認為凡是打擂台都有一個規矩的, 不管你是輸是贏, 只要你一落擂台, 就不准再上去的, 如果再上台, 那就算是犯規, 人家壇拿擂台的人, 就要出面攔阻, 你可以逐你回去的! 那個神手小太寶, 就明知道有這條規矩, 所以他才這麼放肆在台上亂說, 要不是被梅士祖回上台, 這樣就得了! 朱元璋見到這樣, 就對梅士祖說, 老人家, 如果現在喝了他這樣說, 便便宜了他, 只要如果你上台, 那三江大碎陳也先必然出面, 你就上了他的當, 我們不能夠眼白白地看著在上面, 張牙舞爪! 不如這樣, 你先走開, 等我上去看看! 不行! 不行! 這個神手小太寶, 陳士倉雖然無恥, 知他並非是無能之輩, 我怕你頂不住了! 老人家, 你放心, 他剛才跟你老人家交手, 我看清楚了! 如果剛才是我先上台, 或者真的不夠他打, 才剛才我看見他跟你打的招數, 我現在已經心中有數, 老人家, 你不必擔心! 主元章說完了, 準備上台, 梅士組又拖著他, 且慢! 你如果上擂台, 要讓他們認出來, 那怎麼辦? 主元章皺了眉頭一咬牙, 那好吧! 他如果認不出來, 我打完陳士倉, 直奔於橋鎮, 如果他们认出来 那我们干脆就在这里造反好了 好过经常提心吊胆在过日子 老人家 我一上擂台 你要看实陈也先的动静 他如果带兵围过来 你千万不要理我 你就带着阿福 翻到庙里将家眷保护好就行了 志愿将祝福远 一飞身就跳上擂台 站在神手小泰宝面前